我先不看弹幕了,先正兑现吧 我先不看弹幕了 哦,他学的是这个技能啊 哇去,这种老黑感觉一级好像还真不太好呀 他一级学这个护盾你这个 一级还真不好压吧 足量度高啊 大海纯度真高 大海纯度好高这个人,那套连刀 那套连刀屁中的 大海纯度好高这个人 那套连刀 那套连刀屁中的 那套连刀屁中的 有点伤 打这个一级我一般都推陷 一般我打好黑的推陷 这套连刀屁中的 这套连刀屁中的都真挺高的 打野在下路 我要等5级再跟他打 补齐在打 他给到机会了 开机跑没办法,开机跑我追不过他 推陷吧 他是不是给机会了,但是人家直接开机跑,那就别杀了 我也杀不了 他应该没回去吧 是否先回不了 来人了吗 我感觉我可以尝试一下一打二 男枪是来的 要送单不来就好 还行 我是切锤式的加利奥的伤害 我满城征服者要切锤式的加利奥的伤害 切炮式的话我可能就要出事 有些时候你觉得对面伤害高是吧 对面伤害高的时候你就切锤形态 我现在打不完啦 骗他追我吧,看他追不追 不追算了 我还以为他怎么会追我 旅行态 双抗高一点 我看一下能加多少吧 应该能加了 10点左右 我现在是 46,36 66,56 加了10多点 所以说有些时候 你要吃伤害的时候你就切锤形态去吃 所以说很关键 形态的问题有些时候特别关键 冲击率越高加了越多的双抗 我去 我去,来了 来了 啊去 對呀 為什麼不往上走 往哪走這波都死了 往哪走這波都死了 打體拿在偷銜吧 往這波我只能跟你們說往哪走我都死了 除非我能扭掉他這個大招 來現在我要殺 受不了 來這裡來這裡 看到嗎那算了 不要出冰刀這版本 冰刀陷阱了 就行持下禁忌 拿出繁信或者出 出繁信或者出這個 或者出那個穿甲的大穿 冰刀不值這個架 打葵我出大穿甲 他是不是跟我打到底 因為我這波衣空了 沒事隨便打 相信我 這個是星石太狠 星石是不是隨便打 金龍刀也別出 這裝備都沒用 這版本就出主播這一套 星石加進氣這一套真的 這招也沒用啊 這招也沒用啊 這招不適合爵士啊 你組裝 出護甲鞋吧 這把護甲鞋很關鍵 我玩了兩三萬場 三萬場 反正鞋是不是黑錢 這把我的穿甲要出這個 這邊沒回血 這邊沒什麼回血 然後我就要出這個 直接給了我 45點的攻擊 40點的護甲穿透 冰刀子給了我多少 冰刀子給了我 26的 推快了這把的伊塔 沒事 這把推了可以幫隊友 把他們打那個東西 搬不利吧 其實是搬不利 這麻煩結石就別出眼淚了吧 這麻煩就是不適合你 好 弹枪在中 练他 哎,他在练呢 那好可以 到底怎么感觉玩得不太聪明的样子 我这大招也不开啊 哥们 这波他们在想什么,开大的话他们两个都死了 没道理的呀,这波不开大 他就该早点开大嘛那个时候 好像有一眼这里 要记有踢,要记有踢 他只要这波不死,开个大的话我直接闪现过去救他都可以 天赋的话一般,想打对线强势一点就征服者吧,想稳一点就向位 Q1更快一点,EQ的话对方有个反应的空间我觉得 其实都差不多 我上路一塔拆得太快了 这个时候 一直游走,没地方发育 一直在打架 好久没发育 出门炮我自己都不会 我自己都不会 可以来吗 他家聊队,威胁太大了对我们这边的危险 越南怎么能收割吗 越南怎么能收割吗 好难啊,怎么没法都这么难啊 我一直跑,我一直帮他们一直跑,我自己的节奏都没了 宗师解释,世界第一就完事了 但是我没地方,我去推线的话 跟这个人推,感觉慢性死亡了 先决,先决,先决 给我给我,给我下水 我家手下流 他们太终就行,太终就行 来来来,可以来一个吗 我这波失误了 完了 哇,吃的大物 这波双杀的 我那个一直也没Q到 不过家里奥不来我也杀了 我这波双杀了 两个参加 NICE 這把妖精好像挺厲害的 天使 滅死活化 瞬速 滅圈的精速 它們已成立施 炸子 已組裝 好可怕 我等个TP去弹线吧 这个三龙得跟他们打一波 贼的伤害这么暴 打小龙吧 来来来,这小龙是要我们拿 这不去上了,这小龙是不真要拿 这一车就跳起了 这一车就跳起了 看吗? 这四个大天 这三个大天 我看起来 你要寄回去了吗 找我带限制吧我打不过老黑了 我带限我打不过老黑了 只能说这把这千诀一点用都没有 我前面这么大的优势我来帮他 倒出去 我前面这么大的优势我来帮他 倒出去跑然后跟他 没有一点配合 我不说客家话这边 打野差太多了 我前面我把我的优势全部去游走 然后这个人还一直 找不到节奏一样的千诀 他是补位的 但是玩得堵一点了真要玩得堵一点了不管他们了 跟这间配合不来了完全配合不来 我前面那么大的优势去游走然后一点一点 一点机会都没找到跟他们 给了吧 好黑白还没回来 好黑白还没回来 男强这波来不了 看这波能没机会吧 打不过了已经 男强这波不在我们都输了 打野插去这把纯纯的打野插去那个千诀那波 这波开大已经赢了真的 只要把大开出来已经赢了 就这波他这波开大的话 一个都死不了 纯纯打野不会玩啊我这么游走 前面我这么游走没错只是他们 他们真的是一点